美国体育频道ESPN等多个媒体21日报道 非美职业冰球联盟NHL已经决定 不派遣选手参加北京冬奥的男子冰上驱棍球项目 预计美东时间周三会对外正式宣布 外界分析主要原因是疫情仍然严峻 考量球员安全以及隔离期太长等因素 北京冬奥组委会17日宣布 境外参赛对职员以及相关人员 需在抵达中国前14天完整接种两剂COVID-19疫苗 会完成接种者必须在抵达北京后 接受长达21天的隔离 并许多球员却步 根据规定2022年1月10日之前 NHL提出退出北京冬奥会申请 就不会遭受罚款 另外疫情也影响NHL在加拿大和美国的赛程 许多完整接种疫苗的冰球球员 近日感染了Omocron变种病毒 截至21日 NHL已经有50场比赛延期 NHL缺席北京冬奥 将使美国及加拿大的奥运选手名单 产生巨大影响 新航亚台电视张芮臻综合报道